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啊,我怎麼才知道我可以得到多少按揭呢? 為什麼申請按揭要找專業房屋按揭顧問呢? 跟人家有什麼分別呢? 申請房屋按揭需要符合什麼條件呢? 我第一次買屋,是不是有很多特別優惠呢? 那麼多樓房買賣的問題 就要聽實一clickradio 每個星期二播出的樓房按揭101 我何杰文和嘉賓主持Alan宋一良 會替大家解答不同的樓房按揭問題 千萬不要錯過 www.1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每個星期一班時事評論主持都會在華山論劍碰面 他們個個純槍涉驗,論盡天下正事 華山論劍 節目主持陳華紅 嘉賓主持周成康 各位聽眾大家好 又是華山論劍的時候 仍然都有我陳華紅的導演主持 那今晚要講香港的問題 又是我周成康 沒錯啦 那今天我們就講講 大家都有關心香港政治的 都知道我今天想跟大家討論什麼的 就是較早前由中國政府發出的 叫做一國兩制實踐白皮書 公佈了 那一公佈出來 就真是聲浪不少 簡直是大家都 香港就掀起了一個很大的反對的聲音 那 其實 真是 我想大家都熟悉的 Henry周成康的作風 知道一定是很清楚地說他們的立場 那我就不要那麼多說神話了 Henry 你怎麼看呀 你不用打個球給我 我就把球拋去別人 你沒有 你想拋去誰 昨天早上 我又有聽到 謀台的時事節目 那這裏的主持呢 已經到了結尾了 他跟香港的時事評論員說 咦 這個不是對台灣的一個很壞的示範作用嗎 香港這位時事評論員根本都不用考慮 立即就說你錯 這是對台灣的很壞的示範作用 這兩句話其實都是講同一樣東西 大家如果是回答了一點應該知道 究竟是那個情況是怎樣的 如果是對香港的問題 在這個白皮書出之前 仍然是抱有一點希望的 等於這個本地的節目主持 一看見一件這樣的事情 什麼希望都沒有了 還說什麼 用香港來做台灣的示範單位 而這個香港的時事評論員 如果一早看清楚 根本 不需要等個白皮書 就已經知道對香港的情況是怎樣的樣子 根本白皮書不白皮書都已經知道是怎樣的了 所以這根本就是對台灣 是很好的示範作用 因為清楚 顯示出 所謂一國兩制 所謂就是 希望台灣統一 根本就是廢話 和平統一嘛 那時候說一國兩制的示範作用 你制我不制 大家會知道台灣 這樣拼入一國之下 就相當完美了 很幸運 因為白皮書是在太陽花運動之下 如果是在太陽花運動之前出的 我覺得那個運動更加幾年 現在在台灣這個太陽花運動還未完的 還會繼續去第二波 第二波第三波 但是先說回香港 其實 它的內容 大家如果看新聞 都不需要再多說了 唯一可以說的 我覺得 他對法治的踐踏也挺明顯的 如果說法治 有幾個人可以引述的 第一個當然是現在 赤手可熱的 佔中三子的戴耀廷 他就很處於平常心 根本白皮書就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根本大家都知道 只是你看到白皮書之前 周南嘛 你信不信 這些高官說的東西 還有你信不信 聯合聲明的落實 一國兩制之類的東西 如果你是覺得 OK 信不信也好 我仍然是要 為香港去 作出一些 奮鬥的 要為香港的前途去做一些東西 根本就不理會那個白皮書不白皮書 你都會去做 但是那個是不是叫做升級呢 就是一個 白皮書 先解釋一下 如果聽眾未必知道什麼叫白皮書 白皮書 先讓我來講一講幾句 白皮書就是一個政府 發表的一個官方文件 因為通常這個文件 是 非常重要的 還有有政策 蟬色意味的 白色的封面 所以很多人叫白皮書 白皮書 代表了什麼呢 就是一個中央政府 要對他的國民 提出一個很清楚明確的意向的 的一個文件 所以這次這個一個兩者實踐白皮書 就是說 在中央層面來說 這個是我和中央 香港政府 香港特區市民 交代的一個清楚 告訴我一個兩者實踐的是什麼事 當然 戴兒庭 甚至乎香港立法會主席 曾祝成都說 這個是一貫的立場 一貫立場和一個文件的表達 層次上可能有些不同 但是可能那個 氣氛就會升格 升溫了是不是這樣說呢 之前其實 去年8月習近平 在香港已經說過 司法都是 行政司法 三權都要 互相合作 已經把這個司法獨立這個概念 拋住了 當時 袁國強也 出來大力去反對 當然昨天也是 以現在的政務司 這個 律戰司身份 說的話完全不同了 失敗了 今天出來保庇了 我仍然是 司法獨立的 昨天說的話 大家都是聽不清楚的 那些語言藝術 那些語言藝術 原來是 繼續失職 一脈相承 過不了關 就為了今天出來保飛 那其實呢 就 你說這個白皮書重要不重要呢 看看你怎麼看呢 你如果 之前仍然是對很多 略為 需要 要转式的地带的条文仍然抱有些少希望的话 当然一见到这些白皮书现在是说得清清楚楚了 所有建制派的人都出来 为白皮书护航有解话 你觉得就是中央讲实给你听的了 以前你还有一些遐想 基本法委员会主任什么都出齐的 支流的说法不是官非我呢 今次我说这个就是官方已经讲清楚楚给你听 你们不用再发梦了 当然你刚才说了一句 如果有人继续要发梦的话 你也没办法阻止 当然是啦 那个梦发了二十多年都没人醒了 我都服了你了 刚才你提过戴耀廷的说法 这个是平常心对待 证明他自己一贯的看法也没错 就是说一国两制不是这样 靠说出来的 靠行动出来的 另一个可以quote的就是李柱铭 这个就是文文老将 我真的发白日梦 就算你怎样说也好 我都继续要争取下去的 这个是另一个很积极的取态 当然啦 那时候你串铭来到温哥华和多仁多 访问之后你都提过 跟我们谈过的时候交流过 他和陈方安生都有一个 继续的心态 要做一些事情 去改变现状 无论中央是不是真的支持 但其实最后他们提出的方案 都过不了 之前在预选 即是说六、二、二、二全民投赵前 那三个方案最后都落选 其实他们都很生气 但这些是不是代表我们 已经不会好做呢 其实呢 就 你刚才过去的 叫占中开始 这个不同方案 那个不同方案 现在去到尾 其实都可以说是 你当它有些是比较激进一点的 就是要要求这个 传闻公投 是啊 温和一点 比如陈方安生 湯家驊 这样的 就不想把说话说得这么死 仍然是可以商量 希望可以有一个 大家都要接受的 方案 但是那个 基本最 焦点 就是 根本 北京 不会容许你有一个 真真正正的普选 这次白皮书都说得很清楚 这次白皮书都说得很清楚 好了 那变成了 你的儿子不可以超越我 阿爷 究竟是将香港人 去push到去 更加极端 你不让我吗 我就更加要争取 我还要坚持 这个 传闻公投 或者 这些 好像 湯家驊的 我看 自己觉得 这些温和牌呢 已经被 其实已经被北京赶到 没什么 你说湯家驊是对的 那个 正经改研讨会 最后都被 激进的人士 就是 去话倒乱了 这个 这个 真是 预算了 但是 他根本 他这次说的 就是因为北京 这样的情况 已经令到 这个温和牌 是没有什么 说话的空间 你说什么都没用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 你怎么争 你怎么温和的 你怎么跪下构头的 都不会让他真普选给你的 唯有 是不是 收声 就等 这些 一定是 坚持要全民公投的 声音去 继续带领抗争 抗争 其实下一节 我刚刚也讨论 继续下一步的行动 你刚刚说起 其实 好像这两天 出来 为白皮书作出反抗反击的 好像就不觉得有 温和派的民主派 因为都已经 都已经好似剩了 已经被北京玩死了 曾光安生 通家驊 之内 都不觉得 他们再可以说什么了 因为他就算想要争取的东西 你觉得以为是 符合基本法的 图图 怎么原来 北京的看法跟你完全不同 他现在说得明白 我给多少 你有多少 你不用再说那么多了 你怎么继续去 将这个 所谓的温和的方案 要求香港人去接受 我们先来休息一会 稍后再来讨论 未来甚至是622 全民直选的 后果是怎样 休息一会 等我喝口水 稍后再来讨论 你现在听的是 www.1klicksoeasy.com 1klickradio 欢迎各下来临10号茶餐厅 你好 请问想点什么菜呢? 我们今天的special是 欣勤的适应服务 在这里 找不到 这里装修好漂亮喔 座位又坐得舒服 一流的餐房环境 在这里 都找不到 哇 焗猪扒饭 肉酱意粉 风沙鸡翅 正 试 香味俱全的美食 在这里 更加找不到 什么都没有 这间什么茶餐厅来的 是10号茶餐厅 小姐 那这里究竟有些什么的 问得好 这里有两位大厨 就是我肥龙 还有我阿神 每个星期 我们都会紧贴天下大局 搜罗世界各地的催民日事 还有最新潮流催世 科技新知 还有很多生活实用贴士 总之信息一罗罗 保证你满左而归啦 这么正的茶餐厅 在哪里啊 只要每个星期三 上网到www.1kliksoeasy.com 1klikradio就可以收听到 斐龙 阿神 10号茶餐厅 1klikradio 新在家国 深系香港 喂 有油站啊 干什么不入油啊 油灯都亮着了 两个街口油站便宜点嘛 我打算去那里入的啦 蛤 你怎么知道那里便宜点的 你才知道啊 你是 去1klikradio的网站便知咯 就是这么easy啦 www.1kliksoeasy.com 每日即时更新大温最低油价 而进去最新大温油价专页里面 还可以掌握大温不同地区的最upd 最底的油价 那就可以省钱入便宜啦 测试完油价 顺便听到1klikradio的节目 good idea 1klikradio 新在家国 深系香港 《华山论见》 《华山论见》 我們一國已經是大了 已經沒有可以轉彎了 中央要給你什麼 你就要照單存收 不能討價還價的時候 接下來我們下星期日就會知道 香港就是6月2日全民直選的投票 會不會刺激到更多人出來表態呢 反正都無話可說 唯有去鼓勵大家 就算是怎樣無用也好 都要去表態 如果大家放下手腳放棄就算了 這樣的話北京更加是喜歡怎樣做 講時講我剛剛看到 多倫多就會有些機構 搞了6月2日全民直選的多倫多投票站 其實我們溫哥華好像是沒有的 我是聽不到有這樣的 其實是不是比較可惜 都可以讓一些住在溫哥華的香港居民 其實現在如果你要香港居民 你要投票 可以在網上投票 或者打電話投票 我都可以搞身份證 你有身份證 你應該是可以上網投票的 對 這個根本不需要另外再搞什麼 不過可能是因為多倫多 那個 他都說在一個投票站 在做一些活動而已 我又不敢領定 他真的說 他現在又會把資料 寄回香港 就是當作投票的一部分 但是網上投票 我就想一下 是不是可以的 我忘記了 可以的 上次其實可以網上投票 但是問題就是 一來有客客 當日肯定會癱瘓的 會有客客 你知道我們中央幾位 別人是不聰明 美國政府也要說 那幾個人在這裡 偷取美國企業的商業秘密 而另一個可能性就是 太多人投票 網絡是大塞車 你等不到 有一個 如果是作為公道一點的話 我們在加拿大 如果是沒有香港身份證的 你又搞過 你要去投票 那根本 你怎麼說 都說不通的 你不是香港人 當然啦 我早就說 我是香港身份證 持有人 所以如果你是有香港身份證的 就是鼓勵大家 上網去盡量投票 三顆星的 我們這些正式的 三顆星的 或者是打電話回去投票 做到的 這是可以做到的 那我們先鼓勵一下 那些香港 好像我這樣 三顆星的 香港永久居民 當然現在是移民 我們都不會叫永久居民 香港居民 不是永久性 但是上次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他是要 如果用電話打電話回去 他要你用香港的電話 就是要確認你是香港人 然後才受你投票 我有香港電話的 我家裡 不是 我香港在家裡的電話 那就可以了 即是你要用香港的電話打他 然後才可以得到 那就要少少技巧 因為如果不是 怎知道會不會 在深圳搏命 打電話下來的 你不教他玩的 不要緊啦 我們先想想 看看香港那邊的 佔中運動 所以我反而是 我反而是 在這裏看下搞什麼活動 是支持香港的 起碼我們暫時 不要說佔中字 就算說回622的投票 我們希望可以 多些人去投票 那也是盡少少能力 是 希望也有 那你想想 看看有沒有幫到我們 去表達的意見 但是關鍵是 剛才說佔中 其實622 而全民投票的其中一個 就是後果 其實也算是後果 投票的結果 就影響到我們 到底佔中運動 下一步的發展 是怎樣的 而最近呢 就很多 不只是 建制派 我們不建制派這樣說 商界人士 跳出來 每個人 不過可能是記者這樣問的 問九昌主席吳光正 恆基主席 李兆基 每個人都出來說 我看都不需要 都會把建制派和商界分開來 是一個實體 但是好像 我們都會明白 而有些 我們在報道都聽到 中環的所謂的證券行 金融管理各的要求 作出什麼部署 如何應付 如果有佔中發生 運作怎樣安排 但是這些完全是要傳 沒有哪一間大的金融機構 敢出來說 我真的怕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究竟這些消息是誰製造出來的呢 是不是西環 還是你所說的建制派 放在那裡 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我們都看到 有所謂中環的精英 金融界精英 去支持佔中 這個是有名有姓的 但是我們會想到 如果我這樣說的話 最後的前提就是 完了622之後 我們就面對一個決定 到底我們佔中三子是怎樣 因為佔中三子都說明 如果全民投票 不夠10萬人 他們三個就會辭職 整件事就由其他人去領導了 我看有這個白皮書出來之後 都很難沒有10萬人 哈哈哈哈 那倒是 如果你現在這樣 就是這樣 製造聲勢的話 這個白皮書好有谷票作用 但是如果這樣 就當超過10萬人 我們不算多少萬人 本來就再下一次才說的 因為六月二完結之後才發生的 但是 後果就是 我們決定什麼時候進行佔中 如果真的要做的話 我反而有一件事 比較關心的 就是現在六月二的投票 除了最早那三個方案之後 又加這個又加這個 搞得大家都好像 相當混亂 多了什麼 我剛剛邀日沒有留意 這幾天 這兩天又多了些事 我留意得你也不是很firm 是不是取這三條題目之外 還有其他事情 譬如說如果不是真普選 我接不接受這些題目 哦 這個是有些可惜的 當然現在到六月二 還有幾段時間之下 其實很多事情都可能變化著 都可能他們佔中發起人方面 都想多一些民意去表達 反正都是同一樣 我現在最重要的是 要多一些人去發聲 你同意也好 不同意也好 就算那三個方案裡頭 每個都有公民提名 有一個公民提名的元素在那裡 都沒有所謂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談判的先決 你可以說是 我現在要的是這麼多 當然是落實之後 是不是真的一定要拿到足 要是可以有得商量 這個當然各國人的看法不同 也對各國人的立場不同 覺得完全是一步不能讓的 那這些也有它的道理 是不是 那這些要香港人自己決定 你說如果是剛剛好像 明報做了民意調查 發覺原來超過五十幾%的人 都覺得是無所謂 總之隨便人一票就可以了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爭當無謂了是不是 其實是因為 看清楚 當然如果你討價還價之中 能夠拿到最大的空間 去走盞的話 當然是最好 都要看看現在的民情 到底是不是真的支持這件事 我相信 如果沒有猜錯的話 其實白皮書以這個時間的發表 雖然中央就說 不關事啦 是這麼巧巧的 但沒有世界的世界 沒有這麼巧巧的事情發生 你講出來都沒有人相信 跟這個佔中 或者622投票沒有直接關係 就簡直只有笑話 或者說 在這個時間發表 他也想希望 他的希望 當然是想冷卻一下 你們爭取的情緒 剛才我們也討論了 這個反推動作用 可能多過正式 每次都是這樣 好像周南地 他們出來說話 泛民是很歡迎的 原本擔心不夠十萬 現在擔心 現在不是擔心 現在是估計 可能超過二十萬票 現在看過不過二十萬票 這樣的時候 其實會提供了一個平台 但如果民意是喜歡 最後決定 就是說沒有公民提名 譬如說 你超過二十萬票 裡面有超過五成的人 都表態說 沒有公民提名 但是有了一陣子的票 都暫時接受的話 其實都不失爲一個 所謂的 討價還價的藉口 可以說是最民主的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都不可以抹殺了基本法 裡面有一個提名委員會的機制 可以在那裡 那怎樣去 去避免到這個 提名委員會的這個 這樣的緊箍咒呢 那就要很有技巧了 所以剛才你說 如果下一個星期日的 W22全民直選裡面 那些題目 問的問題是多了的話 那還未不失爲一個 解決 清楚一點做立場的一個方法 你說如果這個 中央政府 是一個講理由 跟你講法律精神的個體呢 這個就不是很難解決的 我以前也講過 有很多方法 把這個提名委員會 把這個提名委員會 搞到他 就算不是百分之百的 有全民直選 那都可以看看 怎樣 令到大家都可以接受 但是現在這個白皮書 就已經講得清清楚了 根本就 不需要有這樣的想法 一定是要有這個 由這個提名委員會 也都一定不會去接受公民 有公民提名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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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公民提名委員會 有公民提名委員會 有公民提名的表決方式 現在香港的政治氣氛 根本都沒有人 沒有人 至少暫時 沒有人有興趣 實實在 去討論這個提名委員會 應該怎麼做 因為大家現在正在爭論 不重要的 仍然是公民提名 因為沒有公民提名 接不接受 這樣 我在過了622之後 香港的泛民要做一個抉擇 剛才我們還未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 在這次白皮書裡面 特別提到 駐港解放軍的作用 很清楚 不只是裝飾門面 不是層設品 還有一個所謂平亂作用 看來 我不知道 那個平亂作用 是不是真的針對性 如果香港就動亂 那是否佔中呢 如果一群文藥書生 在中環返街 那是亂了 我要找泰克車去滾平它 嗯 他做得出來 我也相信的 是不是 我就知道你相信 所以你覺得 是不是會發生的機會 都不少呢 大家要 泰克車不要吹 裝甲車 大家都很小心 我想 如果只是佔中 三子可以 控制到的場面 大家參加的人 都是 用一個和理非非的態度 去做的 如果是有警察來到 我們就自動去投案 被他抓 不會有任何衝突的 只多就是 繞著手 等他抬著 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出道解放軍 那一下子 就機會微一點 但是 如果是其中有一些 是 離開了這個 這樣的 公民抗命 非暴力的模式的話 那 那就會 大家都 估計不到 但是 你如果真的說 發生佔中的話 你不想說什麼 比如說 那香港只有三萬警察 那香港只有三萬警察 當然不就做個台 你三萬警察 那三個人 不會三萬警察 都會在中環 如果當你二千個 那三千個 真是應付不了的話 那一個電話 天馬南那邊 立即有八千個 解放軍出來 幫你維持 你如果 你說他真的 畫爛快臉 成這樣 那我不能說 是不是 要什麼解放軍出來 早早已經可以 集定 他不信 那些警察會自己打自己人 這個 現在香港 解放軍 就不會 解放軍受火打 就一定會 現在香港 有什麼事 就不可以發生 你說如果真的要做到這樣的 都無話可說 那八%不說明 先小人 你不要說我沒有說 我是做的 是啊 你說給我 你做不做出 你做出 你做出你就做 雖然是25年前你做過 我也相信你可以再做出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大家有很多代價要付的 那當然我都聽到很多聲音 就好像他說 他做出 整個大疫情都說得很清楚 如果他真的做出的話 那就做吧 你做出你就做吧 那 你給得起那個代價 就算是 我們偉大的阿爺 你說一萬人躺在中環 那全部都是一條路 那些車不能走 塞車而已 什麼大不了 是不是 那你不可以說 那是動亂 你就要用 出坦的車去撞人 出幾關鐘去射人 是不是 唉 所以我說 其實這個白皮書 剛才我回到 這個最終的感覺 就是 它一出 證明中央 當然你說是警醒 就是說 發誓 夢醒未 不是我夢醒 我不是說 當這個清楚的時候 說明是中央的主義的時候 我正如大家說 那些分和民主派 我沒有聲音出 可以做什麼都可以的 我很多時候說 有些人睡著了 有些人是假睡 其實現在還找到 還有一條路 有些人是不睡 有些人明明是醒了 但是 都算了 儘管看看有沒有奇蹟出現 現在清楚地告訴大家 這個世界是沒有奇蹟的 嗯 好 今天討論到這個白皮書 到這裏為止 差不多 Henry有什麼補充 如果我是有什麼行動 我給大家知道 希望大家也要關注多些 就算自己投不了票 都可以去告訴香港的朋友 親戚叫他們盡量去投票 這個暫時 不就是佔中的這件事 不是說一面倒 全人都支持的 是可以保留的 所以暫時不要說佔不佔中 但是至少622一定要出去投票 這件事是沒有爭議性的 好 希望大家都出來投票 622 如果有機會投票的話 今天就到此為止 下個星期再跟大家討論 我們下期節目吧 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天地有正氣 哎呀 此氣不同脾氣 你應該讀成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肥龍出文 為你介紹新戲《環觀北美票房》 還會在電影大百科環節 討論古今中外 一些對人生有影響力的新舊電影 咦 更翌日看戲之前 就一定要聽到天地有正氣 www.oneclicksoeasy.com 一 click radio 只要一 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www.oneclicksoeasy.com 一 click radio 只要一 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